大家好 鸡花卉西甲弄了一盘文竹回来 这里面分别有一颗文竹一颗银竹 大家看一下 它们是组合回来一起栽种的 这一盘就是三块钱的一盘 大家看一下 今天丑优做的目的就是给它换盘 把盘土先脱掉 大家看一下 两颗 这是为它准备的土壤 里面有一些鸡粪 还有一些四合沙 一些椰康 营养土 给它混泡进行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给它放一点微生物有滋肥 这个肥力比较充足的 大概放20多粒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放太多 直接混泡均匀 然后就是准备两个花盘 大家看一下 好了这样就完成了 如果这个盘土是稀用的话呢 后期就不用浇水了 像我这些泥土啊 就是土壤啊 是微微湿润的 所以你就不用给它浇水了 等它这个盘土 基本就是干透了 再给它以致心浇透就可以了 首先这个夏季啊 不用给它举着曝晒啊 就是放到散色光的地方是比较好的 最好是稀用的地方 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的主要 给大家分享这个 文竹还有盈竹托盘种籍的视频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啊 下个视频再给大家分享它的生长过程 还有施肥的过程 好下期再见